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CDTALK 我是张严廷 现在我们在节目会同时开双直播 在中天的电视 以及大国武器大观onfire的频道 请大家帮忙按阅 还有订阅还有按赞 还有分享 还开启小铃铛不要忘了 今天是2023年11月8号 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 有六个主题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尾巴战争 尾巴战争打了已经一个月了 我们看它的整个状况 我来分析一下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打了一年八个多月 快一年九个月了 快一年九个月了 时间已经超过六百天了 我们看看整个将来的走向 是怎么样的状况 第三我们看一下南海 因为菲律宾最近有动作 包含越南也说 有会到南沙太平岛的这边 做一些挑衅这些干扰的活动 那我们再看一下缅甸 缅甸它政府军跟它的一些 地方的武力 这些地方的势力都有交战 而且政府军作战势力 在这个状况下 缅甸的状况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太平岛 太平岛 那我们首先的来看一下的 就是这个尾巴冲突 尾巴冲突从上个月 10月7号开始到现在 今年已经11月8号了 已经打了一个多月 一个月出头 换句话说以色列占领了 整个的这个北加萨的地方 加萨市都占领了 然后现在又要开始 这变成对哈马斯组织 做一些这方面的清剿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这个出来 我们先看这个地图很清楚 以色列它的国土面积 两万七千平方公里 它现在已经占领了 这葛南高地 葛南高地一千八百平方公里 原来是叙利亚的 现在变成以色列战去的 那现在叙利亚它因为内战 内战打了这个十二年的内战 还在那边打 它自己政府军自顾不暇 以色列也炸了这个 大马四格的国际机场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国际机场 叙利亚叙利亚这个方面 是没有办法缓击的 以色列炸它叙利亚 叙利亚内战 它自己没有分身乏术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约旦河 约旦河的西岸 这个地方是巴尔城的秩序 但是这个都被分散了 有了大部分也被以色列 以色列占据了 看起来好像很完整 这个将近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其实没有 其实以色列很多地方都被它控制住了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砍的重点 就是在加萨 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整个海上是被以色列所控制 那南边的话就一小部分是 接廊到埃及的新来半岛 那现在这个地方 北加萨的地方已经被以色列的地面不对 因为已经经过一个月的狂轰滥炸 将近三万公顿 三万公顿 这不是三千顿 三万公顿的炸弹 炸在北加萨 所以是满目传疑 一片焦土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全部是断配残垣 只剩灰色跟黑色 没有什么彩色的 炸得乱七八糟 可以看得出来 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是决战在加萨地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图把它放在这边 我们看这个是地中海 那地中海的话 这边是以色列在这 以色列稍微有点这边 它的西北角是面临的是整个地中海 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地方是地中海 然后它被黎巴嫩 叙利亚 约旦 也包括了埃及的西奈半岛所包围 但是所围绕的以色列这些国家都比较弱 黎巴嫩 黎巴嫩这组长 本来就是比较弱 你看他在这个北部的地区 黎巴嫩这个以色列贝卡三谷之一 以色列跟叙利亚打贝卡三谷的时候 不要忘了 那时候是叙利亚的军队进入黎巴嫩 结果被以色列的空军派无人机 还有它的那个战轰击 把它整个炸掉 所以以色列贝卡三谷之一 在以色列用兵来看是比较 非常成功的 尤其它的电子战 那我们再看这边叙利亚 刚才也讲过了 还有包括了约旦都很弱 为了它的比较弱 比较强的包含伊朗 但是问题是伊朗没有跟以色列接纳 那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呢 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的接纳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关系 因为有美国的撮合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对以色列 并没有形成威胁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一放大就知道 沙烏地阿拉伯是在这个南边的地方 南边这个地方 尤其是红海 红海这个地方有一个红海 大家可以看到 红海 红海的地方 红海的地方 红海长度是2250公里 从最扁到极南南边 因为南边的话已经面对了 这个往南边拉过去 拉过去的话是到 叫夜门 夜门就是变成红海的南端 可以看得出来 那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图 把沙烏地区的图放大 这样的话比较好看 我们看这个沙烏地区 这个比例子就大了 沙烏地区 沙烏地区总共365平方公里 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大 但是人口非常的密集 人口200 最高的封路的话230万 看看这个365平方公里 那么小的地方 起了230万 最高封是238的斯坦人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这个哈马斯的组织就在这边 这边有很多地道 那现在呢以色列 把他这个沙烏地区 一分为二切掉 切掉 断掉之后 这个地方断掉了 断掉之后整个威尚 这个沙烏是他的 这个加沙走廊这个地方 最北边的地方是最繁荣的 加沙 加沙走廊 因为下面有很多地道 这边有三万公顿的 这些炸弹通通爆炸在这个 炸得满目穿越 那现在开始做地道战 那地道战换句话 这个哈马斯组织在地道上面 也不会 虽然有一些局部优势 但是没有办法形成绝对优势了 因为都被封锁 那各地道各个出口 以色列把他看住 看住以色列 看要怎么样去对地道做攻击 换加时间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 因为在地道这边 在地道这边上面 我们从纯军式的观点来看 在地道上面 他的空气呢 他的氧气含量会越来越稀薄 因为没有抽风设备 而且是被控领住的状况之下 那人在下面 那食物呢 还有饮水呢 还有医药呢 这些 因为人都有伤患在里面 那医药怎么办 那医药 那人死亡在里面会造成 我们讲的这些细菌 也就是会变成 疫情会染疫 疫情会扩大 因为有人在里面 你不要丢出来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地道战来看 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这方面的 以色列会种福埋伏 但是哈马斯的组织在下面 它会食物水源医药医疗等等 还有氧气 我们知道在地下氧气的存量 慢慢会消耗 不会耗尽 但是会越来越稀少 在这个状况下 对哈马斯组织的战斗力 会有影响 但以色列也要面对 非常多五大问题 第一个 那国际都在谴责 现在你包含这个阿拉伯 阿拉伯联盟总共22个国家 对对以色列会施压 你怎么可以站那么久 而且这个在昨天的时候 死亡已经超过10400人 当初我在讲的时候 我在某一个电台讲 以色列报复比是四倍以上 四倍到20倍 那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做突击 以色列死亡1400 那乘以四倍的话 就是5600 但是以色列也有战死的人 1500 1500的话就变成 你乘以四倍就6000 那你乘以20倍 这个1500的20倍三万人 所以这6000人以上 三万人以下 以色列对哈马斯 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 要到达6000以上 三万人以内 因为四倍到20倍的报复比 这是我经过 这长年的统计计算出来的 那果然没有错 当时我在电台讲 大家还心机揪一下 还要再杀那么多人 我说对啊 报复比是这个样子 以色列一定要最少最少 没有低过四倍的 如果今天哈马斯组织 杀了以色列2000人 那最少要 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 最少要杀8000人以上 最少最少 因为没有低过8000人以下 因为最少都是四倍以上 这个历史的记录可以做统计 统计来做预测 你一归纳完毕之后就做预测 预测的还蛮准的 是这样 那以色列面对五大压力 第一个压力 国际强烈的谴责 这不是吗 这个穆斯林国家 全世界穆斯林国家 阿拉伯联盟有22个 但是穆斯林国家总共有48个 你包含在亚洲的印尼 印尼也是穆斯林啊 印尼是回教国家 两亿七千万人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是穆斯林国家 马来西亚到马来西亚去 他也要做这些祷告 这些祈祷日 这些都要做这些 换句话说 那时候48国家 会不会对以色列 当然会有这些压力 所以这些国际的 这种谴责的声浪 都会产生 另外一个 这个我们叫中南美洲 包含波利尔 波利尔立刻跟以色列断交 你其他都还撤回大使 你包含巴西 智利 秘鲁都撤回大使 大使召回来 驻以色列大使通召回来 你这样的话 你这以色列犯战争罪 犯人类屠杀罪 犯国际 这个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国际的 这个战争罪了 就是刚才讲的战争罪 就是这个样 那换句话说 面临这个国际的 这种谴责声浪会越来越高 第二个 世界各地都会有示威游行 包含美国 英国 北爱尔南 意大利 法国 德国都有 都有反犹太人示威 反以色列示威 都有 美国都有 美国包含国会山庄都有 会有这个庄 那这个示威游行 会不会对西方国家的政府 产生压力 当然 美国一定会接受压力 那法国赶快来再讲话 法国马克宏就不太敢讲 因为都在示威 因为毕竟世界各地阿拉伯人多 世界各地毕竟阿拉伯人 毕竟犹太人是少数 虽然犹太人控制了 非常多的媒体 非常多的财富 美国的财富 70%的这种财富 这种CEO500大 他的CEO跟总裁是犹太人 政界也是一样 媒体也是一样 都在他手上 甚至好莱坞电影 在犹太人手上 那这样的话 但是问题是毕竟 我们讲的阿拉伯人还是多 他们会 因为以色列的这种 无差异的这种攻击 会造成他们这种弃圈 粪盖 所以这边示威游行不断 那这一万四 零四百人 一万四百人死亡 继续攀升 现在最低都是一万四百人 那有一半以上是儿童 妇孺 那一半儿童妇孺 那这样的话 那边就变成加萨地区 就是儿童的地狱 儿童的猎狱 儿童的坟墓 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影片 那孩子摆了一对一 都包起来了 就说死了嘛 就包起来了 一长排 因为炸弹一爆炸 炸弹不长眼 所以以色列面对的第二个就是 世界的各地的示威游行 会对当地国所在国的政府产生压力 甚至加拿大也有示威 我有看到加拿大都有 换家都会有 那这示威的不是抗议巴勒斯坦 也不是抗议哈马斯 是抗议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屠杀太重 不差一的轰炸 整个加沙地区 而且他没有暂停不暂停的 第三个纳坦亚胡 纳坦亚胡目前的 有多少人叫他下台 76%下台 纳坦亚胡在前一阵子 他要做司法的这种改变 那司法改变在以色列内部 以色列国内他的社会 就在示威游行就不断 纳坦亚胡就加收很大的压力 何况这一次的以巴冲突 我都讲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西方国家有讲以哈 哈马斯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他所炸的 不是哈马斯 死的最多的80%是平民百姓 真正哈马斯的生 只有死20%多而已 将近80%是巴勒斯坦 因为分不清楚 他就狂轰滥炸 无差别轰炸 无差异轰炸 死的这些平民百姓 那有50%以上是老弱妇孺 刚才已经讲 甚至是儿童 所以是儿童的地域 儿童的坟墓 尤其是北加沙地区 那这样的话 这个纳坦亚胡 有76%要他下台 他也不下台 所以他现在一定会 以邻力的攻势 来保护他的位置 每一个人都会以他个人的实力 凌驾到国家 他当然希望保位置 那他的利用工具 利用战争 可以利用战争来保持他的位置 战争的话就不会换掉 那这是他的手段 政治手段 只要一战争的时候 总理会不会下台 不会了 会暂时保住 因为他目前在指挥 不是挣钱不换将 会这样他继续保持 那如果战争持续半年 那他就做半年 就是这样 因为不会去选举 因为打仗怎么选举 战时内阁怎么选举 会这样一直做下去 当初罗斯福是美国 唯一第三任总统 因为为什么二十大战 是这样 没有二十大战 这个罗斯福总统 那就下来了 就是这样 那同样的 那纳坦亚胡也是这样 他目前的那么多 超过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就是67.7 67嘛 就是67% 那现在是76% 超过三分之二了 要在哪台下台 下台 那现在战争在指示 你怎么叫我下台 我正在战时内阁 对不对 我在指挥这些官兵在打仗 因为我是总理 对不对 那他就继续做下去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五 第五个呢 这个我们讲的第四个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所面对的 人质危机 现在哈马斯里面有 240个以色列的人质在里面 哈马斯 那你现在打死了 240个家庭 这240个人质 240个家庭 会不会给纳坦亚胡压力 当然会啊 你现在一直打一直打 结果 我自己人质也被你炸死了 因为他们在哈马斯手上 哈马斯都死了 我人质会不死吗 因为两个在一起的 不管是不是人肉盾牌 不管是不是人肉盾牌 但是问题是这个状况 那这240个人质 那相继的死亡 那这些240个家庭的 这些家属 还有以色列国内 会不会有对他有这些 有这些压力 当然会有压力嘛 这是第四个压力 第五个阿拉伯国家 你不管你现在包含 夜门 有时夜门是胡塞组织 在夜门胡塞在靠西边 胡塞组织 也打了这些导弹 曾经也发射无人机 跟巡异飞弹 但是被美国还有以色列的 这个拦截 高空拦截的反弹的系统 把它击落 还有北边的真主党 也对以色列发难 对不对 当然哈马斯的组织 也利用在黎巴嫩的那个基地 对以色列的军队 发动火箭弹攻击 所以南边有夜门的胡塞组织 北边的有黎巴嫩的真主党 还有这西边的加化地区 也在那边如火如 所以以色列要注意到 这三面的作战 南北还加上了胡塞组织 那其他的 当然伊朗也蠢蠢欲动 支持他们支持叙利亚 支持黎巴嫩 支持我们所说的夜门的胡塞组织 但是问题是美国的两艘航母打击群 跟它的一个两栖作战舰 都在地中海 还有波湾在那边 波湾也有美国的军舰 在那边做质押 在那边做战略威慈 所以伊朗来看 它这个是不会群举妄动 因为美国可能已经跟以色列讲 你专心哈马斯 你专心巴勒斯坦 专心加萨地区 其他伊朗你交给我 你不然美国派 派了胡塞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 派了艾森豪威尔航母的打击群 那是所谓为何 就是来威慈伊朗 就是来威慈伊拉克 不要轻举妄动 甚至有点点战略牵制 阿富汗也不要轻举妄动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以色列面对着 这五重压力 五重压力 我认为比较 比较 这个要注意的是人质的压力 其他以色列都可以不管 我管你什么加萨不加萨 我管你死了儿童不儿童 那是你就是管你什么战争罪 还是人类罪 他才不管 以色列不会管这些的 以色列他是比较我行我恕的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整个加萨地区就是北加萨 现在被围困 下面的地道 地道的地道站的话 被围困在里面的话 会随着时间 对巴勒斯坦 对哈马斯的组织会比较不利 当然以色列会有一些战损 他有时候晚上 又晚上出来突击 但是我们一样来看的话 旷日持久的话 会瓦解到 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会瓦解 毕竟因为整个剩下 他整个北加萨被占掉之后 以后以色列讲过了 这个整个北加萨 由以色列来负责这个维和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又把他占据了 以色列一定这样先攻占 攻占占领完毕之后 就是变成囤肯 囤肯之后以色列会移民 把他的以色列犹太人 还有巴勒斯坦的人 他也有一部分巴勒斯坦的人进来 开始囤肯 这时候都听话的 都是顺民 囤肯北加萨 最后面就接收了 那这样子 这个加萨地区365平方公里 大概只剩下200多了 只剩下300升200多 因为北加萨又被以色列占据了 以色列会不会还给哈马斯 会不会还给巴勒斯坦人 那要看国际上的这方面的干预 甚至以前跟以色列铁杆的南非 这是非洲南边南非 南非也把驻以色列大使召回来了 他们两个以前是铁杆的召回来 就这样 你这样子犯战争罪 国际人道罪 还有国际战争罪 你冲召回来 这会给以色列外加 但是以色列是我行我述的 我讲过了他这样会这样做 那看国际给他多大的压力 国内给他多大的压力 还有纳坦雅胡下台之后 新的总理上来他的政策是怎么样 都是变数 如果纳坦雅胡他是不会 他是不会放掉的 但是其他的新的总理呢 因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 新的总理他会有政策反对他 不然他说我认为不要 365已经够小了 这个要还给巴拉斯坦人 哈马斯组织另外 我们再另外做决断 我们就另外做处置 但是这个还是要北加萨 加萨市还是要还给巴拉斯坦 那又不一样 因为民主国家他不是 他会换内阁会换 领导人会换 总理会换 那他的政策也会所谓的调整 那至于状况怎么样 那后续值得观察 那我们这样来看 那加萨走廊的地图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很好的加萨走廊 这个图就更清楚了 黄色的地区表示是繁荣地方 这个都已经烂掉了 因为这个已经没有 原则上北加萨市 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 没有一栋 你看以色列连医院炸 清真寺 就是寺庙教堂炸 学校炸 难民营炸 通通炸 连难民营都炸了 难民营里面是难民 他说里面有哈马斯 反正欲加之罪何万无死 我认为有个哈马斯 他就炸了 难民营都炸 那就全炸了 学校都炸 那就全炸 医院都炸了 那就全炸了 所以没有一种建筑是完好的 这个梁耀市 讲满木窗移 可能都还没有办法 讲一片焦土 可能要这么来形容 全面焦土要这么讲 这个地方现在 那哈马斯在哪里 哈马斯是在地道 但是不要忘了 哈马斯不是只是在 加萨市 哈马斯其他地方也有 你要怎么样去剿灭 但是它是分极极灭 先剿灭 加萨市在这个地方 加萨市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概占整个 这个北架 占整个的加萨走廊 大概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看这个面 大概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的话 也将近100平方公里 这100平方公里 就会没有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状况 那我们按照这样来看的话 这些黎巴嫩对 珍珠党对以色列的威胁 我看的按照目前来看 北部的威胁是小的 因为以色列在北边 黎巴嫩就是 以离之间边境 以色列有重兵 所以北边的黎巴嫩 对以色列是威胁 是有限的 叙利亚威胁 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 可以忽略 略而不济 叙利亚对以色列 是完全几乎没有威胁 所以我说叙利亚从来不讲 你大马四格机场被炸 你都没有办法 对不对 阿尔伯机场被炸 你也没办法 你现在1800平方公里的 我们讲到的 葛南高地都没有办法拿 所以叙利亚就没办法 那约旦 约旦被美国所制约 美国有驻军在约旦 所以约旦没办法 那现在就是 约旦就是加沙士 埃及经济问题 他在这个新奈半岛 而且新奈半岛是非军事化区 不能驻军 所以也没有办法威胁以色列 新奈半岛是非常大的 将近6万平方公里土地 非常大 但是6万平方公里 那只有60万人而已 帝王人稀 大家就知道了 对以色列是没有威胁 以色列周边 对以色列都没有威胁 那叫专三星星队的 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 他们总是哈马斯组织 加起来2万人 对不对 那以色列军队正规军18万人 大家就知道 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后备军人 造册的48万人 这是动员了30万人 48万动员30万也是相当大 我当初就讲了 在10月8号 10月6号动手的时候 我就讲了 10月8号我就立刻就说 以色列新南动员了 不会说少息后解散 一定会对加沙地区进军 因为已经箭在悬上了 动员30万 结果少息后解散 不可能 在军事上不可能 我这场会一定要进入加沙 先做地毯式的狂风滥炸 后来就开始进军 等各大进入 只是时机问题 时间问题 后来都按照 我当初所推估的事件 包含这种报酬比 就是报复比 死一个以色列人 大概死多少巴勒斯坦 我都已经刚在 那也是在10月8号 电视节目我都已经说了 我看到那个主持人 那个眼睛还是眉毛 就揪了一下 因为我讲说还要屠杀多少 他就揪了一下 那是不可能 那时候巴勒斯坦 在死几百人而已 因为以色列死的狂多 我说后面有得看 好吧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紧接着我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再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乌克兰战争 因为这个既然是以巴冲突 以巴冲突原则上是控制在以巴冲突 再来是以阿 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冲突 那现在没有 以阿只到这边为止 到以阿冲突 还没有到以阿战争 以阿战争的话就扩大了 所以我认为不会到以阿战争 以阿战争完毕了 就不能中东地区的区域冲突 区域冲突再扩大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世界大战 第五等才是世界大战 先只到第二等 从以巴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以巴冲突到以阿冲突而已 只到第二等 以阿冲突而已 为什么 因为叶门的胡塞组织上来了 尼巴嫩也过来了 对叙利亚他也在那边非常关系 这是变成以阿冲突而已 还没到战争 战争的话 腾克什么都要相互 飞弹飞机轰炸就要开始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 不耽误太多时间 我们现在看一下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就倒霉了 因为既然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非常好 那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往哪边 当然往 往耶路撒冷 往特拉维夫去运 当然给以色列优先了 那乌克兰怎么办 乌克兰就倒霉了 你西方国家 乌克兰两个倒霉 第一个 因为以阿 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以巴冲突 那武器往以色列去了 你就少了 第二个 已经打了一年九个月的 乌克兰战争 其他国家 周边国家对你都会有 支持上的批发 都不想支持你 你刚开始就急就穷 打三年三个月五个月可以 甚至一年半载 好一年半载我也给你吧 你要的忐克给你 你要爆二忐克 爆一忐克我给你 挑战者忐克我也给你 先锋号忐克我也给你 这个我们欧布莱特等客 好吧我也给你欧布莱特吧 你要欧布莱特我也给你欧布莱特吧 都给你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无理动啊 我就那么多啊 我爆二都给你了 我不能再给你爆三 爆三我都不够 我怎么给你爆三 对不对 所以变成这个资源弹讯笔笔 所以哲伦斯当初失算 在去年二月二十四号爆发 乌克兰战争 我是说 乌克兰战争你要小心 这个西方国家没支持你 有大挺大打小挺小打 不挺不打 这根本不挺你啊 只跟你武器战争 没有派一个兵 美国有没有派个美国大兵 没有 北大西洋公益组织三十亿个国家 有没有派个兵过去 没有 你自己打 我给你炮弹 我给你算是要准备厨艺的 这些飞机委给你好不好 腾克给你 最好最好给你哈马斯 不是我们不是 我们给你那个海马斯 跟那个哈马斯不一样 海马斯火箭炮火箭弹给你好不好 海马斯给你 但是你自己去打 你叫乌克兰怎么用 所有炸弹都在乌克兰 乌克兰没办法打到俄罗斯 一直借钱 整个国家战略错误 整个时期战略错误 借钱向美国借钱 现在所有的都抵押 国营企业几家土地抵押 你现在打仗完毕之后 你现在没有这个 满目疮痍都要建设 没有几千亿六七千亿美元 那不得了可能要上兆 由工业社会 工业 工业社会打到农业 农业都没有了 你工厂工厂都打烂了 你还有什么 对不对 然后一千两百万到欧洲 难民 将近一千万 不到一千万在 那四个独立国家 包含鲁干斯克 顿内刺客 扎波罗热 赫尔松 对不对 你这四个都公投独立了 还不包含克里米亚半岛 对不对 再加上 俄罗斯人回到俄罗斯 总共加起来 这四个之后 加上回到一千万 一千两百万在外面 一千万在俄罗斯 你四千四百万 只剩下两千多万人 两千出头 你这个国家 你看别人 到处欠钱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打个一年半载 我可以解囊相受 但是你打了两年 我怎么给你 所以大家弹性比拔 那现在 我们叫做 以巴战争 以巴冲突好了 我们叫以巴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 又在打 那怎么办 那当然美国是雇了 美国跟以色列的感情 跟以色列的关心 跟以色列的互动 绝对宁加乌克兰 你乌克兰怎么办 绝对的 你乌克兰 乌克兰在美国 有哪些企业 哪些银行操作在乌克兰手上 没有 都是犹太人 媒体 犹太人 没有乌克兰 电影 犹太人 没有乌克兰 政界 犹太人 没有乌克兰 对不对 你拜登 拜登 拜登 拜登儿子娶的是犹太人 他的媳妇就是犹太人 前任总统川普 川普女儿嫁给人 是犹太人 对不对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也是犹太人 太多了 这个我不要去讲 对不对 所以你乌克兰就放在旁边 那乌克兰现在 当然会有一些战果 因为美国提供一些情报 美国大概一千 一万多加持 这一年九个月 一万多加持 包括在黑海 在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波兰 波罗的海 大家知道围城 这个湖线 乌克兰湖线 乌西湖 乌克兰西部整个湖线 这个湖线 包含EP3 包含P8A 包含RC135 包含死神 就是我们讲的MQ9A跟MQ9B 还有全球之一RQ4 都在那边做侦查 都在那边的湖线上 还有阿米提斯 阿米提斯侦查机 一万多架次了 这一年九个月 那这情报 情报给你 你去打 你去负责打俄罗斯 俄罗斯加大业大 俄罗斯用自己的钱 乌克兰是借钱打仗 俄罗斯用自己的钱打仗 俄罗斯怎么会向你 乌克兰投降 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了 那个有人说 到时候俄罗斯会输 就跟我在某家电台 我也不要去讲他名字 他们说 我上来的时候 你要去讲乌克兰会赢 我说不会赢 乌克兰不会赢 不会赢 后来我隔了几天之后 就没有通告了 就没有了 张将军我们乌克兰 最近没有讨论 没有这个子题 你就休息 后来恢复了 他也不会找我 因为他要我配合他 说乌克兰会赢 我是做专业的 我不在乎什么通告费 多少 我不在乎 我就专业 乌克兰就是这个样子 我跟他一直在讲 大挺大打 小挺小打 不挺不要打 你们都不挺 我不派兵 连画个空中的禁航区 你也不画 你叫我单独跟俄罗斯 那边做对抗 你把我送什么 我所有炸弹都在乌克兰爆炸 死的是我乌克兰的老百姓 死的是我乌克兰人 死了乌克兰的军队就算了 老百姓 这些都是嘛 医院炸不炸 他也是一样 说你医院里面 有乌克兰的军队 他也炸了 不是吗 对不对 你满目疮痍 那请问我所谓为何 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那责任时期战略 整个战略失败 打仗的时候 兵者国之大事 死身之力 从亡之道 不可不查 不是不可不查 一定要 绞尽脑汁的好好去分析 利密得失 利在哪里 必在哪里 然后趋吉避凶 要取利多必少 很简单的事情 我如果来 我把整个摊开来看 政经新军 政治经济 军事心理 包括外交国际外交都摊开来看 得失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摊开 然后会产生怎么样的战果 因为这是国之国脉民命 国家的存废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国际 看三十几个国家 没有派一个兵过去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怎么会输 俄罗斯怎么会输 他输了 把这六千件的核武交出来 他怎么可能向乌克兰投降 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战略核武 战术核武六千多箭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很清楚的 整个乌东西 这个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 整个占去了 十二万 这乌克兰 乌克兰总共是六十万三千平方公里 但是整个地方被占掉了 包含克里米亚半岛 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 整个夏季公司还有秋季公司 哪有什么掌握 最好的状况 这样子只收复了他领土的百分之零点三 最好状况 那你要百分之零点三 你要三百年才能够充足收回来 何况俄罗斯在其他地方 他是狮之东羽 狮之桑鱼 他在他在南边的赫尔松扎波罗勒 被那个乌克兰稍微有点掌握了 他从北边从哈尔科夫这边拿 变成这个样子 他看这边好拿 他这个地方避其风 那是往北边走 是变成这样 所以从整个 乌克兰战争来当中 我们来看 现在乌克兰的人民 已经百分之三十九 对政府的制度只剩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六十一 百分之六十一不见了 对政府的制度只剩下百分之三 对责任司机的制度只剩百分之三十九 你怎么办 然后贪官物力横行 五十七万件的武器跑掉了 刺针飞弹跑掉了 标枪反腾克飞弹跑掉了 那个流炮跑掉了 还腾克也不见了 黑师拿去卖了 他们也讲过 这次哈马斯组织在打以色列的时候 还有部分是美军的装备 为什么 从乌克兰流出来的 怎么流出来不知道 有批号吗 任何武器装备都有批号 枪有枪的批号 子弹有子弹 打那个字都很小 那都批号 57万件到现在我统计 这是有数据的 黑市你看贪官 在乌克兰战争还没有爆发之前 乌克兰是三个欧洲最贪腐的国家之一 乌克兰这个国家 现在变成这个样 已经国不成国了 我们一看这个图 大家看到这个图就非常清楚 收不回来嘛 你已经一年九个月了 六百多天了 你就是这样 而且越打 这个 强弩之末 人困马乏 兵骑力尽 对 这就没有办法 那你这样 俄罗斯塔还有工业潜力 还有军工的潜力 还有动员的潜力 所以车轮司机没有办法 他的幕僚太弱了 另外一个可能最近的时候 美国会西方国家 讲北大西洋供应所 NATO 会供应这个F16 旧批号的F16 可能block两栋 或者是block三栋以内的 这种批号的F16AB 因为他已经训练 这个北欧国家 还有美国都有帮乌克兰训练F16飞行员 因为乌克兰的苏凯战机打完了 苏凯战机打完了 米格机打完了 乌克兰的直升机 这个什么米52 卡52 米24打完了 那现在给他一批 你看哪是 哪怕是10架 20架F16 能够打多久 飞行员训练完毕 这些飞行员 又是只是刚完训 就送入战场 他的整个作战的 战术动作那种 对地轰炸 战场阻绝 密接资源作战 能够发挥到怎么样 还有他电子战 可不可以防止俄罗斯的野战防空 还有区域防空 还有空对空的这种拦截摧毁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那么不要完全排除 不要过分乐观 不要过分乐观 乌克兰拿到了一部分的F16之后 会扭转俄乌战争的态势 千万不要 他拿了F16的整个战争态势 我否定 我认为不会 就观察 会稍微改变一下 在战术上 好像有些战国 有些成果 有些战术上的 有些战国收到了 因为F16轰炸 对俄罗斯的重要的地区 这四个州了 包含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 扎波罗热 赫尔松 这些州的战略 他的油弹库 还有军火库 后勤设施 重要的公路 或抗克部队 重队 抗克重队 做轰炸 大概有些战术上的成果 但是想改变整个战略态势 我认为可能性不高 我不要斩钉截铁了 我不要斩钉截铁 说完全不可能 不要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高 这是乌克兰战争 目前的状况 我相信 我判断 下个月 现在是11月8号 下个月12月 可能是月底 乌克兰 可能会拿到F16 也差不多了 已经快两年了 再过来 因为冬季了 冬季地面部队比较不好 因为整个凯凯 矮矮白雪 空中 用空中来轰炸 地面上激动没有那么快 因为都是整个一片苍茫 然后对比非常清楚 因为雪跟武器黑色的 一看就知道 想要做隐蔽掩蔽 没有那么简单 那我们就空中轰炸 会变成这个状况 俄乌战争 我们这边稍微再讲完 那我们先 大家先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天军事频道 大国武器大观onfire 聚集战略专家 军事将领 专业评论 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 请订阅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先便上架 和及时直播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南海 南海问题也是目前的一个重点之一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马德雷山号 当然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仁爱礁 仁爱礁有一个触底的 大家知道已经21年了 这个马德雷山 马德雷山呢 现在菲律宾过去的时候 你看大家注意看 都在上面的时候 盖了一些这个建筑强化这些 好像是银色 你看它已经盖出来了 跟原来那不一样 你看到没有 它根本盖都是新的东西 新的 他想要把这个 这个马德雷山号 这报废的这个中型登陆舰 把它改为 好像一个海上堡垒一样 好像在那边常住 当然他们已经住了21年了 但是现在目前 它上面设施 你看到没有 运不过去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钢筋啊 或者是建材 它都把它准备做布画 可以看得出来 跟原来不一样 看这个都是新的东西 白白的嘛 都是新的 上面整个都看起来 绣机斑斑 一片破烂 现在已经有一些建筑在上面 那中共在这一方面 中共的海警船 都会过去在那边做一些 这些取替或者是拦截都有 曾经还喷水过 有喷水 喷水雾 做驱离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敏感度 紧张度还是一直存在 纷纷的会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看 这些域外的国家 包括印度 印度 研究菲律宾的七架直升机 直升机将来 会不会可以做运步 所以印度它也在关心菲律宾 不是光是美飞 美飞有共同防御条约 这是1951年 民国40年签订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现在 印度援助菲律宾七架直升机 那日本提供了监视雷达五套 原理上对海监视雷达五套 我给你 不要钱 日本给菲律宾五套 对海监视 另外不要忘了 我也给你五艘大型的巡防舰 这些大型的巡逻舰 蛮大的 巡逻舰一般来讲小 大家讲巡逻嘛 又不是驱逐舰 也不是护卫舰 但是不要忘了 日本给的是长度97公尺 那97公尺的巡逻舰 换句话说这个是蛮大型的 不要钱我五艘给你 五个对海监视雷达 五艘的大型的巡逻舰给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菲律宾在这方面好像有底气 美国又在那边有九个驻军点 本来是四个 加了五个就九个 尤其是自重点于旅宋岛 但是不要忘了 巴拉网岛也有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将来这个是仁爱礁 另外我们也知道 一个黄烟岛 黄烟岛我们也看一下 黄烟岛长得大家都非常熟忍 黄烟岛 它这个缺口四百公尺 大家就知道 整个的黄烟岛非常的大 这边还有艘船 这边海产非常的丰富 因为它是珊瑚礁 礁的话很容易鱼类作生存 所以礁非常注意 但是这边也常驻一个海警船 中共的海警船 会在这个地方做控制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四百公尺的宽度 那一个是黄烟岛 一个是刚才讲到的仁爱礁 那菲律宾一直想闯关 上一次的话 有一个拦截所 被菲律宾 小马克思中的书把它剪断 这个也变成一个话题 大家都很清楚 那可以看出来 黄烟岛也好 也包挂了 刚才就讲仁爱交易 将来绝对是一个 这个冲突的一个热点 这里 那现在印度给菲律宾 七架石针机 那日本也相继给它的 又给它雷达 又给它这大型的巡逻舰 好像菲律宾的朋友变多了 底气够了 变成这样子 但我认为菲律宾 它原来是这样 它短板太多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菲律宾的地图 菲律宾呢 这个国家 一万两千多个岛屿 大家可以看 菲律宾是个大的岛国 新罗旗部的小岛非常多 主要的岛分成为三个区块 北边是呂仲岛 南边是米拿纳尔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个 非常多密集的 所以菲律宾国旗三角形 它的图大家可以看 有个三角形 三块嘛 呂仲岛米拿纳尔加中边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巴拉旺岛 这个地方 巴拉旺岛是非常狭长的 距离这个南沙的 看来讲仁爱交非常的近 但是也有美国的一个驻军 在这个地方 美国开了个基地嘛 不是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宾这国家强不起来 为什么 岛屿太多 世界上没有强大的岛国了 像印尼两亿七千万人 一万七千个岛屿 你看印尼经济强吗 你光海上运输都不管 你要盖多少的桥梁 对不对 你经济没办法做集中 你只能在比较大型的岛屿 我在苏门达蜡好不好 你只能大型的岛屿 比较繁荣 但是其他的小岛 你怎么样去经营 它分散地缘战略 地略上 在地略上就是不利的 你看菲律宾地略上就是不利 菲律宾人口 一亿一千三百万人 算蛮多的 他看这些岛屿通通加起来的话 他三十万平方公里 大不大也够大 三十万 对不对 一亿一千三百万人 大家可以看 但是他端本在哪里 经济很脆弱 到现在为 他国民所得三千七百块 三千七耶 你三千七耶 只有中国大陆的 将近就中国大陆的四分之一 你怎么样去强生 你三千七百块钱 你只有台湾国民所得的九分之一 台湾是你的九倍 你一个菲律宾 我们一个 你要九个菲律宾赚的钱 我台湾一个人赚钱就够了 因为我是 我一个人赚的钱是你的九倍 平均 我们来的平均 菲律宾穷 那你穷你怎么样支援金倍 菲律宾目前最好的战斗机 是FA5栋 像韩国买的 F16都买不起 你F16都买不起 你能够有多强 你军舰是别人给你的 雷达是别人给你的 直升机别人给你的 你怎么样去 跟中国对象 最重要我认为经济 你三千七百块美元 你最早就搞定 经济要靠市场 市场在哪里 市场在中国大陆 谁给你的大市场 日本可以提供你 那么多农产品消费市场 你有那么多香蕉 还有蔗糖 还有菲律宾的凤梨 这都是你的农产 你要外销到哪里 日本要吃吗 日本吃消化不了 所以说还是要靠中国大陆 你不能外销到美国 到欧洲 你这些农产品有时效性 你凤梨你要运多久 放多久 还有它的芒果 还有它的甘蔗 对不对 还有它的 又最重要它的香蕉 你要多大的市场 你是农业的 当然菲律宾现在在做转型 要朝清工业发展 也有一个成果 但是问题是 经济问题把它困住 经济问题要支撑到军事 任何军事 哪不能讲了 就是钱 打仗就是钱 没有钱不要打仗 那它现在我认为菲律宾搞错了 它应该先搞经济 先把经济搞起来 贸易搞起来 由农业进入轻工业 再从轻工业进入电子业 菲律宾不适合发展重工业 这条件不够 我去过马尼拉 我去过菲律宾 条件不够 还可以发展电子业 家电业 可以 那这就属于轻工业 还有电子业这一环 那这就属于轻工业 不适合重工业 做大型的军舰 做飞机 航客 大炮 都不适应 或者是这些大型的这些卡车 或者工程车 怪兽 没有 不行 这是重工业 菲律宾不适合 菲律宾人口够多 菲律宾的人口 有1300万在外面做外劳 在世界各 在美国 在日本 在台湾 在新加坡等等 菲律宾可能靠外劳赚钱 那国家怎么去抢 所以菲律宾战略错误 应该先发展经济 而不是在仁爱礁 在黄岩岛上面做文章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不要讲太多的菲律宾 我们先来看一下 缅甸 缅甸 我们看一下缅甸 缅甸最近 缅甸内战 内战方寒 缅甸这个国家 大家看看 缅甸大家也应该也 也不陌生 缅甸就这一个区块 大家可以看出我 缅甸现在画了这个区块 这个地方就是缅甸 大家看到缅甸的地形 非常的复杂 缅甸有三个短板 第一个 地形非常复杂 有平原的山脉 那么多山脉组合 地形是分割的 分割 你这个我要怎么 第二个 民族复杂 又是缅甸人 又是这些 这些丹邦 克伦族 缅族 缅族是最多 若开族 那么多都在北边 你看到北边 看那个地方 所以缅甸这个地方 地形复杂 人也复杂 第三个国际艺术介入 当初在1947年以前 英国统治 1947年以前 英国统治 英国离开了 二十大战完毕 各个都独立了 美国的介入 那缅甸的西方 是印度 还有不要忘了 还有孟加拉 孟加拉以前 叫东巴基斯坦 因为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后 孟加拉就独立了 东巴基斯坦 这个是巴基斯坦 也有介入 小部分 印度介入比较多 北边是中国大陆 然后西边是泰国 泰国其实也有 以前泰国的 都从泰国这边 运送武器进去 给他这些民族 后来泰国跟缅甸 缅甸跟泰国签了协定 武器不要从泰国进入 但现在都偷偷还是有进入 就我所知道 其实还是有 但是已经没有像以前 可以大拉拉的进入 所以缅甸国家 国际的势力的介入 民族太复杂 地形太复杂 百分之五十是热带雨 都是十匹 绿绿的都是 都是那种热带雨林 又是崇山峻林 大家可以聚选而守 崇山峻林可以聚选而守 梁山伯书英台 不是都聚选而守 不是 不是 我们叫做梁山好汉 就是梁山伯 不是谈爱情故事的 就是我们讲的水浒传 好了就讲水浒传 他都可以聚山 聚三世而守 是这个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阿曼 阿曼群岛 这边有 安达曼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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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曼群岛 安达曼群岛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属于 东印度洋 因为这下面就是印度 这个地方就是印度洋 那这个地方 就是安达曼群岛 安达曼海峡 东印度洋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缅甸呢 也都是 海岸线也蛮长的 缅甸的 我们人民的人口蛮多的 五千五百七十万人 大家看得出来 这个人口也蛮多的 但是演员面积也蛮大的 缅甸的它的面积 六十七万平方公里 六十七万从这个地方到这 也不小 六十七万 六十七万 当然不要跟中国大陆比了 你六十七万 你跟中国大陆 九百多万 你怎么去比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缅甸 这个六十七万平方公里 也蛮大的 对不对 人口五千五百 七十万人口 也是蛮多的 但是他复杂 目前在打打起来 那这个也包含了丹邦族 也包含免族 免族就是百分之六十八 丹邦族在这个地方 还有果敢族 这边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这边靠到东边 是靠到受到印度 因为这个地方是印度 也是东边受到印度的影响 然后还有英国的势力 这个南边的话 也受到巴基斯坦 少不过巴基斯坦 因为这个地方是孟加拉 但是孟加拉 现在已经独立了 孟加拉人口也是一亿多人口 在这个地方 也是巴基斯坦的影响力 还是有 但是现在是孟加拉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缅甸的状况 那它的非常的自治区 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 游击区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 就知道太复杂 缅甸要怎么去统一 地形那么复杂 而且这一次 缅甸跟他们这些自治区 打起来缅甸军还输 因为缅甸欧山苏姬 大家知道 欧山苏姬还被抓起来 被关起来 军政府嘛 所以缅甸内部都有问题 那有人支持欧山苏姬 那干脆我上山打游击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 有 包括这个地方 是克钦军 国桿军的游击队 民国军的游击队 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 我们所讲到的瓦邦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 这个丹邦在这个地方 太多自治区 每一个都有游击队 少着五百一千人 多的话 两万三万人的这些军队 不能小觑 两万到三万的话 换句话说 都有腾客 可能 还有无人机 上次看他们阅兵 无人机都有 有腾客有无人机 所以这些游击 这些自治区 缅甸怎么样去统一 地形那么复杂 民族那么复杂 缅甸族只有占百分之六十八 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都是其他的民族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缅甸这个地方 这个最近的话 这些冲突 而且这中国大陆 也有讲说 希望停火 对 这些自治区 大家来谈判 来谈 不要把他们 不要再开火了 那缅甸军也立游未待 没有办法 因为他这边军政府 因为乌山苏基的 反对势力都还在 所以他军政府 也是内忧外患 所以缅甸在这方面 最近如火如荼的 在这边交战 但是问题是效果有限 缅甸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短板 就是缅甸的国民所得 非常的低 只有1300块美元 比菲律宾还惨 菲律宾还3700块 缅甸多少钱 1300块 1300块美金 你看看缅甸多穷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区块 都是各个族的 有紫色的 有黄色的 有淡蓝色的 有紫色的 后面都有各个势力 还有绿色的 你看看缅甸 它政府经常控制的 就是白色的地区 白色的地区还被分割 被分割 缅甸当然有空军 缅甸的军队也蛮多的 因为缅甸的军队 总共是55万人的军队 很多 但是问题是地形太复杂 而且缅甸贪污横行 缅甸生活条件很差 GDP1300块美元 只有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 大家想想看 中国大陆的十分 1300块 就是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 那只有台湾的将近三十分之一 你这个缅甸 你看穷的这个样子 所以缅甸 你穷就没有战力了 我就跟你讲过 你所有武器大炮 都要钱了 所以看出来这个缅甸 目前它内战在打 我认为不乐观 不乐观 缅甸想要统一可能性 不可能 要看将来来看将来怎么走 还有国际势力 包含美国 包含英国 包含印度 包含中国大陆 对它都有影响力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你看看它这些帮 克勤帮 还有这些单帮 瓦帮 每一个都有它的区块 克勤帮在这边 青帮 克勤帮 这个是单帮 这也是克勤帮 这边都有 瓦帮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都是很错重复杂的 好 那这个完毕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面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太平岛 太平岛 太平岛最近 那个 这样来看 太平岛是这个样子 大家知道太平岛 现在最主要这个码头的工程 那这些码头工程 它有这些施工的这些船舰 在这边施工的时候 这个敦迁沙洲的 那越南的 敦迁沙洲是越南站的 敦迁沙洲距离这个 太平岛只有十一公里 海上 晚上的时候 大家如果是在太平岛 你往东看 往敦迁沙洲看 敦迁沙洲灯火通明 为什么 那个地方有救资源 有小学 那有发电站 所以晚上他们还有活动 是这样 那个地方 这张盖起来了 不要忘了在它的 这个北端的地方 填海造路出来了 填海造路出来了 这跑道将来可以延长 这1300公尺的跑道到这边 那现在延长到这边 可能我判断了 你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如果延长到这边的话 因为这都填了 完毕了 可以到这里 到这边就变1500公尺了 到这边 1500公尺 1500公尺的话 更安全 战斗机可能可以落 运输机 当然不成问题 现在都可以 只是要 这个重量要减少 那如果这个地方 这地方可能还有一个停机坪呢 因为这地方也用出来了 这个码头 这个地方可以停 这个地方可以停 4000公顿 最大4000公顿 的军舰 船舰 这边可以停小型的 这4000公顿不能停 要停外面 不能停进去 停在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本来是0.49 现在变成0. 因为加了这一块 变成0.52 平方公里 就是52甲 52公顷 讲52公顷 大家就知道 那越南的那些 它的船舰 还来这么做干扰 那我们看看 敦迁沙舟 敦迁沙舟也是国军的 敦迁沙舟 就在这个地方 敦迁沙舟 敦迁沙舟 我们这样看 大家原来敦迁沙舟 都是那么大 按照这一格来看 这个地方都是海埔新生 都出来的 所以它都长大了 它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上面有幼稚园 还有小学 你看那个建筑物 这些房子那么多 兴罗其部 晚上的时候灯火通明 它整个都做出来了 整个都做出来了 这边还有一个突堤码头 在那边做出来 拉出来 换句话说 敦迁沙舟长大了 它的船舰出去 就会干扰到 我们讲到了太平岛 太平岛现在最大的吨尾 我们只有100吨的海巡船 100吨很小 将来我看会派 如果是我派个3000吨过去 你如果过来洗澡的话 我这个军舰就出去 因为距离台湾太远了 860海里 距离台湾860 860海里乘以1.85 对不对 那就是1500 1600公里 非常远 那我们怎么样去支援 当然派个大型的军舰 已经是海军陆乱队 那现在被那海巡署在那边守 对不对 所以我都认为 这个敦迁沙舟 现在是越南 越南战岛最多 在南海 它总共有29个战岛 照这边经常这活动 那我们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 是派强大的一个海上部队 我不要讲是海巡 或者是海军 应该过去 哪怕是1000吨3000吨的 就放在那边 你敢过来的话试试看 那这个样子 那不是 如果它要夺到 把整个太平洋夺掉 很快啊 因为我们毕竟是很单薄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它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T Untuk F un家似的 是 有 雅 雅 又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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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